這是我們台灣第一款在地世界去研發的一款SDGS的作用 OK好 那我們就等下就是開始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因為剛我在外面就是幫忙 就是引導報道的時候聽到有些人會擔心說 我們這樣做一整桌 會不會等一下會有什麼小隊伍或什麼 大家放心 絕對不會 我們今天就是輕鬆 輕鬆的過程 free choice 好 那我覺得我們就直接進入 那我想先給大家看一張圖片 大家覺得看到這張你在猜是什麼東西 煙 還有嗎 烏雲 還有嗎 烏雲 好 大家想像力還算蠻豐富的 我幫大家說想一下 這樣稍微看得出來這是什麼東西 攝影大火 對 攝影大火 其實它就是最近不管是澳洲的攝影大火也好 或者是兩百炫的攝影大火 其實世界的氣候越來越極端的做變化 而我們的跟環境的共處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必修課之一 那我覺得SDJS它在談其中一向的環境有趣 其實很多時候環扣在我們生活當中 所以呢 今天的議題呢 所以為什麼環境相去相扣之外呢 也會跟下一個相扣 這個是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工業跟商業的活動 它快速發展會帶來很多環境的破壞等等 所以我們其實在每次在推廣 所以在做企業CSR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會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有沒有辦法企業提供更有效的資源運用 讓這些產品在研發的過程中 更減少一些資源的浪費等等 就是說我們前陣子提倡和足跡的這些方式的委員 所以其實我們很在意的是 我們實際在做產品的運行或服務的運行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讓這些東西更貼近有需一些 那第三個呢 是我們去調106年經濟部的資料 最有錢跟最貧窮的所得年差距 是越來越擴大的 所以2016年那時候 我們剛剛拆爆香港遊戲的時候 它的最高所得 是最低所得的106倍 所以它在我們台灣的貧富大距 它其實還是沒有想像中 這麼快的去迷平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透過這款遊戲 喚起大家的某些意思 OK 好 那就想請君你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節目它的嚴格是什麼 那在永續發展目標 SDG以前一個叫前期年發展目標 就是MDG 那有八項目標在當時定下來 然後有一些進展 那還是沒有說很完全的全部都拿標 所以我們看一下有一位就是日本 他前陣子很紅 有一陣子 但最近比較少看到他出現 好我們看一下他的怎麼介紹的SDG 與他作為訪施 二人陣子有很多人 總統有信心 未來的 nine分別我 一人會接到 二人會接到 一人可以接到 五人會接到 是 總共以來跟我去發展目標就是有這17項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話 手上有給各位一張女芯片的庫卡在桌上 那我們往下看 這17項有人把他用五個P來歸類 包含人、經濟發展 然後環境、國際關係還有合情 大家可以用 如果我覺得17號很難記 大家可以記一下大概的分類 然後再去把他記在腦袋裡 等待你不用10倍 那台灣其實大家覺得SDGs是一個國際的東西 那為什麼台灣要談這件事情 那我可以看一下SDGs 我們一天其實每天日常生活都跟SDGs有關 好那跟大家簡單講 這個是我們片頭的主角 他叫小炮 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一天是怎麼運行的 夏天很熱脫了一罐水 Let's go 看得出來表現還蠻滿居的 我們從小學大家都要落實的就是 完那個六個後的分類 他跟第12項 責任消費也算是很關 我們在提倡有機的農業 然後這項無毒 然後減少農藥的使用 然後跟第20項無毒 這個就比較好拆一點 就是當大家結席的秀床 來 休息 台灣完善的健保 就是讓朋友都有醫藥 支援可以使用 第三項 一晚來的年齡層都可以學到他想要學的東西 然後像台灣有很多社區大學 來 有兩碗 來 有他兩碗 乾淨的能源 乾淨的能源 而且還有人可負擔的 狀況下的乾淨 一起一下 那其實剛才看到的那些都是我們一整天生活中 台灣 目前你可以看得到 那當然很多像裡面的影片沒有放到 但都是其實可以 大家可以再讓他聯想你的生活中 哪些東西出現的事情 那我們台灣過去可能再不一張印象就是需要援助啊 然後但是這幾年台灣其實發展應該還算不錯吧 這幾年大家應該很驕傲 就是有一些東西是我們 可以對外輸出的 那外交部也用這個 而出貨的一個真誠的朋友做了這樣的影片 像是當時在社群媒體上大家應該都轉傳 應該有看過這個影片 我們再看一次我們 做了哪些的事情 對國際上 對國際上 那個說話說 告訴我你的朋友 我會告訴你你的現場 有一個人 從來沒有避免你 從來沒有避免你 從來有幾年來 從來的 從來你的身份 你真是很習慣 從來 當你轉向自己頭 你發現 她一直在那裡 幫你幫你 這真是朋友 有一個人 從來你 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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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屬性 文種 文化 who always respects you that's a true friend there's someone who never wants anything from you whose only concern is how to offer you more to enrich your life so that you could face the challenges thrown at you. by an ever changing world that's a true friend when life is going well you only sense her presence vaguely when adversity presents itself you see clearly as she reaches out her hand to you 他要先注意一下 他要先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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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可以幫忙 臺灣可以幫忙 幫助大家有沒有出過了解 然後我們接下來開始介紹遊戲的規則 好的,那我會從四個方向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款它的背後情境是什麼 到前面的這個輪盤它的作用是什麼 以及我們遊戲的形式 到最後積分的規則 那因為這過程中呢 它大家知道其實在桌遊裡面 它有分所有的輕度、中度、重度的策略遊戲嗎 那我們其實這一款它比較複雜一些些 所以我會切成這幾分跟大家講一下 那第一個呢,我會從角色情境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現在每一桌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隊友 那我們等一下呢,彼此就是一間公司這樣 OK,我們等一下是彼此是一間公司 那等一下做什麼很簡單 就是彼此要去討論一些決策 OK,所以現在彼此都是一個企業 所以從組公司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請每一桌 先選一位執行長跟一位財務長 可以嗎?先選一下好不好 各自兩分鐘的時間討論一下 然後選一下執行長跟財務長 等一下要做什麼 我先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執行長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下決定,就是時間快到的時候 他講算,可以嗎? 然後財務長是什麼 就是等一下我會講到這個資源 那他負責出來放資源的 OK,好,所以請大家幫我選一下 可以嗎?好不好 好,就兩分鐘的時間稍微討論一下 謝謝 謝謝 好,先財務長都選出來 可以請財務長來到前面 然後這邊有四個原則 先來的先選齁 所以你可以再一場 我還要你執行長 你去那邊要猜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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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的過程中可以改選了 所以你有改選 那財務長可以優先挑你們 要可以補助代表 顏色是什麼 有 紅色 紫色,綠色,紅色 好,這邊是紫色 那請將挑選 好,財務長選好之後就可以出來了 財務長 好,我們還有一組夥伴 紅色夥伴 他們猜拳完 都決定不爽 用數字繼續選 好,我們還有一組夥伴 紅色夥伴 他們猜拳完都決定不爽 用數字繼續選 好 好 好 那我們熱舞都決了 我們之後呢 好,我們請大家看一下上面 呃,紫色在哪裡 紫色確認一下 紫色在臉馬 然後綠色 OK,好 粉紅色 好,紅色 OK,好 那要做什麼呢 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在 我們的部分呢 第一個是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輪牌 它是等一下遊戲進行的最重要的一個核心 然後也會跟大家講遊戲的形式 那請大家可以幫我看一下 螢幕上其實就跟我們桌面上是一樣的 我會分幾個區塊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第一個區塊 這邊叫做即將發生的事件區 也就是說大家有看到這邊是不是疊了一體解卡牌 對不對 那這些都是台灣的在地社會事件 不管是老人瓜居的問題 或者是黑金的誘惑 或者是愛的可能 毒藥的危機 塑化劑等等 那我們把它做成20個才華戰力事件的事件卡 那要做什麼呢 等一下說我們會隨機抽出一張牌 然後把它放在 隨機抽出兩張 放在黃色的警戒區 OK 那一開始的時候 跟正一下 我們這次能源的比較少 比較少關係 我們比較多 所以這次三張事件卡 放在這邊 那如果每一回合沒有解決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這一回合 這三張事件卡沒有被解決的話 下次就會再拖幾張 兩張 所以這邊就會多一疊成五張 好 我們不知不覺離地球毀滅還蠻快的 OK 就快要到地球毀滅這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過程 其實就是想辦法解決警戒區的 就是事件卡 好那怎麼解決呢 就是其實每一張事件卡 它都跟SDJS的某幾項有關 OK 那坦白說一句話 就是如果我們硬要鑽牛角尖的話 例如說老人瓜居跟17項都有關 對 可是我們其實希望的是 讓大家對這個有個初步的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在過程中 可以不用這麼鑽牛角尖說 欸為什麼第二項沒有 或是什麼第三項沒有 這樣OK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等一下會讓大家 了解一下怎麼進行試玩 好 中間的部分 它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第一個是 假設你覺得老人瓜居跟哪幾項有關 你就拿你手上的資源 就是你手上的這個Token 你就放在 壓在相對應的格子上 OK 好 第二個呢是 一定要有人放在第17項 全球夥伴關係 當執行者 這一回合才會啟動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大家到時候 突然放的時候 啊性高產業 大家全部都壓好 就是沒有放這一個 就這一個就直接破局 那破局的話 我們就直接新增兩個事件下 變五格這樣 OK 所以這個竟然要放 那哪一 那誰放都沒關係 只要有放就好 但是等一下如果 這一個只有放關係不行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說為什麼 OK 好 第三個呢 某一項 你放置某一項 但是你沒有被使用到的話 結束之後你可以領回專利卡 這意思是什麼 例如說 我們等一下解決事件 跟123有關 然後呢 你壓了4跟5 那你的 你壓的東西 就跟這件事無關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貢獻到 那我們就會為了就是 補足你這樣子 我們會發給你4件卡 例如說 我們就發給你4跟5 這個專利卡 那這個專利卡可以幹嘛 下一回合說 你就是優先使用這個 你就不用壓在那一項上面 所以也等於說 你多了一個Token的概念這樣 OK 好 那目前為止呢 我會先跟大家做個簡單的情境 等一下我們每一輪都會有四個階段 觀測發展 處理跟回收 那我白花一點 因為每次講完之後 大家都記不太想知道他幹嘛 所以白花一點就是看影片 討論 然後討論完之後出來放東西 OK 那處理是什麼 我們會揭曉答案 然後會跟你說 欸這個事件有沒有被成功解決 那最後呢 全部統計完 這些事件有沒有被解決之後 只要沒有被用上的 我們就會發專利卡給你 所以其實就是 我們會有每個事件相對應的影片 然後讓你討論下壓 然後討論的結果 最後呢就跟你講專利卡有沒有拿到 好 那跟大家說一下細想 為什麼我們在企業資源的部分 是這樣的大小必須 就是關係大的資金大的技術大的人產 就是我們一開始在演你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關係真相 就是資金大的技術大的人產這樣 然後我們在進行 每次在試完過程之後 我們就覺得好像沒有這麼貼合現實 所以我們就想了 就是很多時候有一些關係 也許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把關係放在前面 好 它還有一個前提 假設你壓了關係 然後壓第13項 全部只有第13項有被壓關係 然後有沒有壓起他的就是代幣的話 那這個我也被啟動 因為我們想提倡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每件事都靠關係 OK 所以如果關係要放的前提 就是那一個要其他的 例如說資金啊 人產 其他對的有放就可以了 OK 好 然後我等一下試完一點大家就知道了 兩個關係不行 兩個關係也不行 所以我會有一個前進 OK 好 我們第一個 大家覺得最大是哪一個 我再拉回去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大體力去 關係資金技術人產 所以這一個最大是什麼 關係 就是藍隊取得這一個 例如說這三個壓在第15個上面 那就是藍隊取得這一個 OK 好 那第二個情境呢 資金還有嗎 好 這時候最大的就是兩個關係對不對 所以就是兩個關係 我們要用世界上最公平的方式 就是猜選決定 可以嗎 就猜選決定說 到底是哪一隊獲得 是藍隊獲得還是綠隊獲得這一項專利這樣 好 第三個情境 如果兩個都有人才呢 就猜選吧 那如果兩個都是關係 沒有沒有沒有 兩個都是關係 就是大家都想攀關係 的意思 所以就是這一個直接不成立 OK 所以 這很緊張 因為我們到時候拿上來放的時候 是要蓋起來 就是蓋背面 所以我們不知道你壓的到底是哪一個 所以有一個可能我們到時候揭曉的時候 哎呦 17項 就是最中間這一項 所有人都壓不關係 那就得破局喔 OK 可以嗎 OK 好 那接下來 處理階段就是我們會先找出領導品牌 也就是說誰壓他第17項 好 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第17項壓的是這樣的狀況好了 那請問哪一隊優先處理 就是藍隊優先當執行者 那他就可以選擇這三個事件 我要優先解決哪一項 所以他可以判斷 例如說我們那一隊 剩下三個執行技術人才要在某一個事件 集中火力攻擊 那我就去當選那個事件 OK 好 那假設事件被順利解決的話 就輪到下一個順位 資金的人當就是執行者 那就可以決定要解決哪個事件 對 所以我們一個回合最多可以解決幾個 就取決於有多少壓在上面這樣 可以嗎 OK 好 那所以我們要湊齊所需的技術 這是還蠻關鍵的喔 那如果你都壓上去之後 就像剛剛說的 你壓了沒有用到 我們就會發專輯卡給你 下一回合你是優先使用 就是被動使用的意思 一定要用 好 那最後一個是積分規則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的事件卡 就是放大門 事件卡 他的正下方 都有一個分數 好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 關乎的就是 就是例如說這個執行者啊 然後這個事件呢 有兩個SDG是關乎到 那就是執行者加兩個人 對不對 加兩對 那就是三分要分給這三對 那你可以決定怎麼分 執行者自己決定 你也可以說 我一個人拿三分 也OK 或者是我們一人一分 但是我們這個遊戲沒有小數點 我2.5分 你1.5這樣 就沒有這種規則 所以都是整數為主 那我們就讓大家先簡單試玩一下 我們總共有18個社會在地事件這樣 那我們想先給大家試玩的是 塑膠海洋濃湯 它其實現在在講就是 海洋中其實有一千萬噸的垃圾有到海洋中 那不管是塑膠吸管 前陣子造成的海灰吸入他的身體 然後或者是塑膠帶影響到海洋的生態 以外的飛汽物等等 或者是石油造成海洋的汙染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那我們的影片都跟我們的 它關鍋的SDJ是有關 所以請大家認真看一下 都很短大概一到兩分鐘 這是一堆下單組 然後他們去熱炒電視東西 看 東丘 竹魚 蝦子 阿媽噸 來量塑膠垃圾持續增加 2050年加比魚雷還多 保護下一代 稍用塑膠帶 那我突然開始緊張 不太敢喝那個手搖飛這樣 好 那我們請各組我們簡單先討論一下 你覺得這一項事件 跟拿兩項SDJ是最有關的 然後請你上來把它放在你認為相對應的上面 好嗎 謝謝 沒有沒有 你四個都可以用 我如果有專利可以用嗎 你如果有專利的話會優先使用 你就拿在手上就好 不用把這個牌拿來放 無力啊 那下我計時也不能用 八顆 還是 每一個都可以放 都可以放 你可以放在這 然後也拿一拿 對 對 兩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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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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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文字介紹 大家 時間可有6分0喔 好 我們等一下時間到的時候 這個計時器響起有時候都不能再反了 所以大家要把握時間 打按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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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老實將把握剩下20秒鐘 我們跟大家補充的遊戲規則就是您的同一組的那四顆如果在同一個SDG裡面你擺了一個關係又擺了一個資金 他是確保你這個東西不會大家擺的都是關係 但是如果你擺了一個關係你擺一個資金又擺了一個基礎那你的資金會把自己的基礎吃掉 那我們還是以最大的優先 對最好資料就是把它打散放 那如果你們很怕內向很重要但是別人可能都會內向擺關係 那就統統再放另外一顆 那很明顯放兩顆就是其中一顆一定是關係 大家知道嗎 好 再給大家時空倒轉一下再兩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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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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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那你押的是另外兩顆押四個 然後你在那個關心 例如說你關心押五個 所以後來沒有辦法 你就發定的專利 那下一個跟五個有關 那就先寫一個比較好 所以其實你可以布局一下 例如說下一組 好笑到十秒鐘 好笑到十秒鐘 對 對就沒有 對 沒有我每一刻都在規劃這四個 對對對 我每一刻都會玩 我每一刻都會玩 我都會玩 這也有時候會玩 你為什麼可以玩 可以 對你就是可以先關下電視 這樣 等一下我們就不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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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路上跟本公社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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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回子是試玩 非常的認真 對 沒有啊 因為關心這個 對 對 我們綠色也先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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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先說一下 剛剛有一組他其實聽到一個很關鍵 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示這個跟兩項有關對不對 對 然後你剩下兩顆你想怎麼壓 其實真的就隨便贏 因為你可以為了下面幾局不局 先把專地卡搶走 那下面他搞不然你就用不到專地卡這樣 OK好 那我們就請 綠色跟粉紅色先出來吧 對 對 剛剛一進來的時候覺得大家蠻佛系的 那玩遊戲這樣 而且不知道太太討論佛系 第二項 我自己找 對 OKOK 一開始請說也是 試玩 所以 先騎 綠色 好 那今天大家再放 對 要把它放好 小心喔 好 好 大家都有點有默契 喔 粉紅色放的還蠻 有趣的 好 看起來競爭蠻激烈的喔 這一局還蠻激烈的 OK 好 那大家都放完了 很明顯發現我們分布的密度還蠻集中的 OK 好 那我們優先就先公布一下第17項 紫色放的關係跟人才 粉紅色放的資金 所以很明顯紫色就是怕大家會世界毀滅 好 那我們 謝謝紫色 然後紫色就是我們第一位的執行者 應該是最大的 那第二位是 第二位是粉紅色 第三位是綠色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問 紫色的 這位這個組別 你們要解決哪個事件 檯面上哪個事件 目前這一項 所以你們只能解決海洋塑膠濃湯 好 那我們看一下海洋塑膠濃湯 它跟哪幾項SDG有關 它跟12跟14有關 那我們現在來看12有誰取得這項技術 綠色的關係 紅色的關係 粉紅色的關係 紫色的技術 好 所以我們請這三組關係一起來猜拳 看誰的關係比較大 這只要比運氣 綠色 紅色 粉紅色 我們就都對 好 粉紅色 粉紅色 簡單的猜拳 好 三組 有紮溫石 紮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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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項就是由粉紅色取得 那第14項我們來看一下 第14項有紫色的資金 然後綠色的資金 粉紅色的技術 黃色的技術 所以是由紫色跟綠色猜拳 紫色跟綠色的 兩隊 可以直接帶有位站起來 有位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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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密室 你看我們一組 就給他 還有另外 你們去看好不好 來來來來 大家拍一下照片 來來來 這個是第14項 來 你贏了 我贏了 我贏了 對 有種榮譽感 對啊給你看 你都開口可以家裡去猜拳 你看 那我們這個事件 你應該跟執行者是誰 對 執行者的紫色舉個什麼 紫色舉個什麼 那你們 需要我們跟第12項的 粉紅色借用它的技術 跟綠色的 跟綠色借14項的技術 他們如果不願意借你們 那你們也沒有辦法解決事件 就是這兩項技術現在握在他們手上 他們不借你解決這個事情 那事情就會繼續留在檯面上 所以會你的分數 你的分配會覺得他們滿意這樣 對 你們有三分可以分配 希望 各分一分 各分一分只有三個可以 說不定有人想要拿兩個 好 希望 好 希望世界中和平 粉紅色 你們三組這一尊嘛 粉紅色可以嗎 知新長 知新長來說一樣 同意嗎 你覺得要跟他跟知新長 你覺得要跟知新長 可以啊 幹喊 他們不同的 知新長 知新長有什麼 你覺得要跟知新長 你覺得要拿幾分 兩分 你想要喊兩分 他們想要拿兩分 好 那另外又願不願意讓他們一分出來 那你們這邊 知新長是誰 知新長在這裡 所以最後的決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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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決定 對 所以你猜拳猜贏了 對啊 我們要一分 你們要一分 好啊 那最後我們就問知新長 知新長 知新長 你可以再說一次 你要怎麼說 但是最後 他們等下 只能點頭或搖頭 只能點頭 他們只能點頭或搖頭 不能搖頭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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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網店 突破網店 對對對 最快的打算 最快的打算 那你 那你 如果這是真的的話 對啊 那我就是堅持可以 好 堅持可以一分 那你們願意嗎 最快的打算 最快的打算 演一下 這個是四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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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我先講一句話 對 然後他們輪流各講一句話 對 對 然後最後我講 然後你們就只剩是否 只剩點頭或搖頭 不能再選條 對 一次而已 好 所以你們這次要 點頭還是搖頭 他說各一分 你們只能拿一分 最快的打算 我們演一下 最快的打算 我們現在就在演 最快的打算 所以是同意對不對 不同意 好最快的打算 好 然後你們還 你們台灣每一分 那這個事件 這樣子我們就宣告解決 失敗 失敗的東西 就繼續留在檯面上 那我們就看下一位執行者 有沒有辦法解決 事件 那檯面上 等一下會說 一會合有三個事件開始 所以你現在有一個而已 他可以解決下一個事件 就可以解決其他的 那說不定 這些東西都有 但是 第二位執行者 就是比較有能力跟別人談 他就是可以談成 對 那這不一定 就看大家了 那我們這一回合就是 失敗的狀況 就繼續留在檯面上 然後下一回合 試鏡用尺寸狀況 粉紅色 它沒有關係 粉紅色可以 它可以再隨這件事情 對 如果就是缺一項 那你要繼續解決 然後繼續失敗 沒有關係 我們不管 OK 那我們也先讓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選 第12項跟第14項 好了 好 在SDG17項底下 其實有169項的細項指標 就是更明確的把那17項裡面講 他到底想講什麼 他講的消除飢餓 或是說我先宵夜 就沒有吃宵夜 我很餓這件事嗎 其實不是 好 那 第12項裡面有提到 就是要減少這些廢棄物的產生 然後要減少他們釋放到土地 然後釋放到空氣中 釋放到水中的這些汙染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這些石油 它可能排到海裡面 可能造成一些自然環境的汙染 那我們還要大幅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大概有提到有漁網的問題 那第14項這樣說 要以可永續的方式 管理跟保護海的生態 那我們這個是我們連接這個事件的原因 那我們剛才試玩到那邊 大家可以嗎 可以喔還可以 那我們先請財務長出來一下吧 然後我們剛才有其他的東西叫做專利卡 現在上面有人放六 等一下 等我一下 有人放六對不對 他放了一個技術是綠色的 那我們就會把專利卡放 發給綠色待一組 他們下一回合 你可以覺得應該不要再放在這 如果你不放 你這一回合不放這邊 反正你有專利卡 就可以優先用 等一下如果需要六 一定要先用專利卡 OK 什麼叫先用專利卡 對 一個放在上面 對 但是如果等一下有人放這邊 那你沒有專利卡 我們優先一定是用這個專利卡 所以專利卡大於關係 可以怎麼做 可以怎麼做 好 那這回合因為四晚 所以沒有發專利卡 對 OK 那大家了解 就是這是一個 認知負荷很大的一個遊戲 那各組的財務長可以把你們的支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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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先請大家目光一樣一到上面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抽出了兩個事件 一個分別是抗暖化英雄 就是我們還是給大家一點機會 就是我們把剛才的那一張那個 海洋塑膠桶湯繼續留在檯面上 給大家一個就是夢吃的概念 給大家加個三分好不好 那我們另外加了這回合加兩個事件 是抗暖化英雄 我們看看抗暖化英雄還有角色 穿著大陸組傳統戰袍 兩次第三年一月 藍羽軍民全體總動員 拿著鋤頭一共棒 想要驅逐破壞他們家園的惡靈和廢料 我們沒必須見過 我們沒必須見過 至於這場抗爭13年了 看不見摸不著的核服社全體 就威脅他們的家園 藍羽和廢料從村廠建立超過30年 族被盜起 下一個不方便台電腰長 不扔倒 傳出位在藍羽東南方 九三海裡的小藍羽 分析一下資訊 就是這個新聞有一點時間 但雖然現在的方案可能不是這個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知道還是還沒解決 可是要還是再來 好 那我們看第二個事件叫做 快時尚 那我們講一下快時尚上面的內容 強調美洲新上架便宜的服飾 他們出自地球另一端的橋手 他們只領取微薄的薪資 可是一生都做了重複的工作 然後企業不在乎升級產業 只為了便宜的勞動力 就有便宜的產品 那我們看一下快時尚上面的東西 女生經常想要買衣服就會講 我一定會就缺這一件 我也缺一件 永遠缺那一件 大家會心自問 你是不是買太多衣服了 你真的穿得到嗎 這些衣服買那麼多 真的非常浪費 靠著滑圖裝別自己 但是地球是正在呼氣了 我們要帶你來看一些數字 最近幾年評價快時尚的品牌出了起來多 像是Zawa CAM H&M等等 這些品牌都是所謂的評價快時尚 以前的服飾呢 是一季一季推出新的款式 但是呢這所謂的快時尚 它已經不等到一季了 每周都有新的上架 好 好 這個時間我們看到這邊 那給大家 五分鐘的時間討論一下 然後在時間截止之前 我們這一回開始 因為已經正式了 就嚴格執行 我看我們今天時間 就是時間到尾 對對對 它可以換幾下 那我們有可能體現結束 如果地球毀滅的話 當然 對 所以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你怎麼分配 五分鐘的時間 那我就每一個執行喔 就是大家記得 時間 結束前要來擺 總共有三個事件 那如果你們忘記的話 可以來前面看 請 請 准派一位來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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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大家就是這樣 然後直直說要怎麼轉變 所以教育機也有寫專業關係 要把它拒絕 然後大家或我們就才有 現在有一次 對話可以來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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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應該要跟她的 請你看看 這四個女生 增加 觸鏡 那三個女生 希望 Herausforder 帶來 north 帝擺 …… 怎�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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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隊出動了 只有紅隊出動了 在時間到之前你都可以隨意更換你的位置 沒有人搶隊 這就是你們的策略 你的精靈策略 沒有人更加難過 你也可以試一個動 就開始了 紅色已經冒了 接下來綠色已經行動 在時間到之前你都可以隨意再變更他的位置 時間剩下最後30秒 因為有些會想要跟雲木混珠這樣 或是佔領員法等等 就是他最後一秒才是他真的要放的 現在看到的是假象 好提醒一下粉紅色我們時間快到喔 最後10秒 就來不停了 最後10秒粉紅色 9 8 7 6 5 4 3 2 1 粉紅色 停 OK 超過我們 時間 時間不可能 叫夏好離聳 所以呢 粉紅色 會不會直接開小小 好這樣好了 我們先問一下 因為第一輪啊 想問一下其他組 願不願意讓他們再罵掃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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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喔 做這一次機會 下好離聳 好 如果後面 突然看不到的話也可以讓他們站起來 沒關係 可以看到這次其實分布的比較均勻一點 因為他有三個事件 那這時候我們一樣就先揭曉一下最中間這一圈 好 有紫色的關係 粉紅色的關係 紅色的人才 所以我們請 紫色跟粉紅色看一位猜拳 決定順序 剪 剪 粉紅色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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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用站到中間那個舞台 就是大家可以贏站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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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對他解決的順序是紫色 粉紅色 紅色 好 那我們問紫色這一隊 你們要解決哪個事件 這個時候我可以翻牌而已 不行不行 好 不能 只知道他的分數 對對對 分數然後他的項目是什麼 對 海洋塑膠龍他有三分 抗暖化英雄有七分 快十三有七分 我們要抗暖化英雄 抗暖化英雄 那我們來揭曉一下 抗暖化英雄 跟哪幾項SDG有關 好 跟3 7 12 16有關 那我們看看第三項有誰放 紫色放了資金 好 所以這項他拿到 OK 然後第七項粉紅色跟綠色都放了 技術 對 那我們請粉紅色跟綠色猜個錢 剪刀 剪刀 石頭 布 恭喜綠色 然後12 12呢有三位 紅色的關係 粉紅的資金 然後綠色的人才 所以是紅色這一隊拿著 好 OK 第16項 對16項 第16項是紅色放了資金 所以紅色你們有12跟14 都是你們的 啊12跟16 12跟16 然後 7的話是綠色 OK 然後3的話是純紅 3的話是 3的話是紫色 好 分數有7分可以分配 所以就是我們有兩個 紅色有兩個 然後綠色有一個嗎 黃色有兩個 綠色有一個 對 然後你們自己有一個 總共4個 好 那7分怎麼分配呢 那我主張說 呃 這 這 這一段就是 本來都沒有人要 麥克風 對 對 對 好 OK 好 那我 好那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協調人嘛 嗯 所以那 假設我說 我現在我要三分 嗯 然後那 我覺得紅色的 貢獻很大多 他貢獻兩多 對 所以我覺得也是三分比較多 那 然後 綠色的 因為其實如果綠色不出 那其實剛剛粉紅色也會出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好 所以我主張看應該可以分 好 3 3 然後他如果不同意的話 粉紅色也不能再過來 不可能 因為他賽訊已經輸了 對 好 好 3 好 這邊你們覺得OK嗎 你們有什麼想說的 你們有什麼想說的 雖然是想要拿四分 但是三分我也可以 你可以現在說可以 等下椰子歐弄的時候突然不行 這可以嗎 一分喔 一分 我們想要兩分 然後我們想上的一個分配原則 因為剛好就是紅色是兩個嘛 然後精神跟我們各式一個這樣 但我之所以會這麼講原因 因為就出的 誒這時候要聽的這兩個對不對 喔好 那我們接受 決定性的時刻 請問要怎麼分配 是 那就是剛才講 因為聽起來兩邊都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出兩個 而且有一個還是 用關係要在信息 所以 理論上應該三分之不為過啦 那所以我們這樣就3-3-1這樣 3-3-1 好 來 可以 可以 好那我們這個事件 就成功的解決了 謝謝老師 好 你們幫我們記一下分數 好 所以是紫色3 然後紫色3 虛神1 對 好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成功解決事件 我們會給這個 這個叫 那個 對 給他們這張卡 這張卡的背面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寫一些特殊功能 是他們在對應的階段可以拿出來用 像現在他亮燈的就是觀測階段 觀測階段就是我們在看影片 看事件的時候 他用卡就拿出來用 好 這張卡的用途是什麼呢 系統遭到耐克入侵的槓機 各公司無法使用技術 就是等一下講完那些事件卡之後 那一回合大家的技術就不用拿出來了 對 就算你拿出來我也會把它剃除掉 OK 對 出來協調的人 帶頭解決事件的人 可以成功解決才可以拿 解決失敗就是很丟的 好 好 那我們紫色解決完第一個事件之後呢 粉紅色是第二位的這個執行者 那我們來問問粉紅色你們想要解決哪個事件 快食杖 快食杖 那我們來看看快食杖跟什麼有關 快食杖跟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有關 那我們看一下第八項 第八項是綠色的刺激 然後 第九項 空著 所以沒有人放 那我們這個就沒有辦法解決囉 十跟十二也都空著 所以粉紅色你們這一次解決事件就失敗了 那我們就發現下一位執行者 下一位執行者是紅色 你們要解決哪個事件 你們可以再解決一次這個 要不要 還原意 對你知道 好 所以要解決 海洋塑膠潛 好 那海洋塑膠潛跟哪些有關 十二跟十四 十二跟十四 這一回合大家都沒有放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剛才用掉對不對 好 用掉中那個就是哪個不能重複利用 可以重複利用嗎,可以重複利用 所以這時候專利卡的功用就很大了 對,所以等一下可以佈局一下專利卡 不能重複使用 那我們這一回合就到這邊結束囉 OK,那我們現在就來發專利卡 看一下有誰是放的,然後沒有使用到的 第四項給紫色 然後第五項也可以紫色 第五項 然後第八項給綠色 然後第四三項綠色擺了一個關係 但是因為沒有其他讓他贏服 所以就是沒有人投入資源在開發 所以第四三項就沒有人拿到 那我們第四五項給黃色 那我們這一回合就到這邊 這樣大家大概了解了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進行下一個回合 這就是一個回合結束 加兩個 加兩個 當然那個進行下一個 這是最好的狀況 但是每次會繼續成長 對對對 對對對,每回合結束兩項 我們目前還沒有遇到 都解決完空掉的狀況 對不對 如果大家那麼厲害 那我們看一下 剛才解決的這個抗暖化英雄 跟哪些有關 在第三三點九的這個SDG裡面提到 要減少死於危險化學物質這些的死亡跟疾病的人數 然後大家知道 核廢料是有污染的嘛 那會影響人的健康 那第七項有提到要確保所有人都有可負擔 而且也可靠的現代的能源服務 第十二項提到要在這些廢棄物的生命週期中 以符合方法的方式 妥善管理這些化學藥品跟廢棄物 包括我們的核廢料 OK 第十六項有提到 確保各個階層的決策回應名義是包容的參與的 且具有代表性 所以我們在想核能的這些決策簽子的時候 有沒有關係到當地人 他們表達意見的權利 然後他們可以參與這個決策 好,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事件了 那這一回合新增了兩個事件 第一個叫做消失的女總裁 我們看一下什麼是消失的女總裁 上面寫的是 小莉非常羨慕同一個職位的同事 因為他們薪水總是比較高 今年也要有好幾位升遷為主管 小莉很沮喪 認為女性不管再努力 都無法跟男性平等競爭 那我們看一下影片 她都是不分男女人人拼事業 但領取年紀 男女可就差很大 女生是為了要照顧家裡 然後那個工作不能放掉 還願她週天平址提供勞務 還是 如果她要繼續找 保險 我覺得應該是要繼續的 行家人性別平等不統計 女性薪資平均只有男性八成 年金領取金額更失落差不小 包括勞毛老年年金 女性平均勤力15,256元 比男性少兩千塊 是男性的百分之八十八 勞肯就職一次劑 男性拿兩百二十四萬 女性一百四十九萬 僅佔六成六 其他想勞退心智公立學校教師 檢查官壞陽金 女性都領得比男性少 好 那我們就帶來看到這邊 下一個事件呢 是移工飛鴿 我看移工飛鴿 上面寫的是東來東來台 都從事3K 就是骯髒辛苦危險的工作 像是建築工人 漁工或是工廠的工人 他們薪資低延 還要負擔高額的總結 而且語言不通 可能因為膚色或國籍 承受社會的歧視 我們看一下這個事件跟什麼 不論不要再扣冷氣被移工房間取權益 連夜抗議 勞工局在早上進入調查 有機移工宿舍 每層都沒有房間 全都是上下空睡部 開放式空間 此而物品開光光不打緊 連休息都因為慢熱 不防讓他們開冷氣 好處睡覺 舊的人來六個月了 可是他們受不了 我們也受不了 你們趴下 你們炸起來很熱 我們睡覺不能 比較移工宿舍 雙方都是上下鋪 但違規的一方 明顯空間窄小 私人物品無法放置衣服 只能吊掛 合法的宿舍 空間大 沒人排除衣衛 因為法規上規定 必須要3.2平方公尺以上 才合不詭辦 我們要錢 那麼多錢 回中間的 然後我們要接 爸爸去哪裡 然後他的母朋友幫忙 大部分的願景移工 因為家境貧困 看好台灣薪資高 從前來還賺錢 像他每個月要寄一萬八回家 除了是家裡的生活費 還要幫忙還債 我們這個事件 就看到這邊 這一個回合 因為事件有點多 已經到四個 到打橘色警戒的程度 所以給大家多一點的時間討論 然後我們就定 八分鐘好了 八分鐘 那我們就計時開始囉 那提醒大家 每一組只有一個執行者 可以去別組聊天講話 然後執行者 你大概可以隨時改選 但是一組同時 只有一個數也可以去別組別人講話 然後執行長 可以來前面看一下 每一張卡片的分數 因為分數的高低 會決定 他被到牽連的 SDGs項目的數量 例如說三分 可能只有兩項 那五分 七分是不是照顧 更多一點點這樣 這個他的選擇其實在這邊 就是分數越高的話 他牽連到的SDGs項目 是越多的 可以看你們要從分數低的先解決 來從分數高的 可以看看 不是吧 不是吧 什麼 歡迎 應該叫 好 謝謝 這是最大的 請你先提醒大家 因為你們這個 亂多費用 請不要放在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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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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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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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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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